你那个鱼一趁新鲜 你先吃了啊 童童 走吧 童童 回家了 童童 你这么打他吗 李洋 快 跟童童说再见 童童 童童 拜拜 拜拜 不行 让他带我住两天呗 很方便 没事 那我过不去的坎儿 是吧 你妈童童都是女人 得哄 哄哄就好了 我倒觉得重点是 让那个关美洋 把维卡弄回来 要不然怎么混 这事在总部啊 现在对我来说 家里的问题 比公司的问题大很多 走了 谢了 烦闹 快点正事儿啊 早餐 早餐 我怎么少了一个呀 我买了两个还是三个 老糊涂了 明明老糊涂了 到底买了两个还是 怎么咸菜没了 我家里来的小偷啊 你胆子挺大 他刚不给我打了他吗 陈晓菱 你 你怎么进来的呀 你先帮我拿过水 你先帮我拿过水 你先帮我 莫 你快给我染点水啊 江老师就这么走了 怪可惜的 太热了 赶点劲儿 你说张弘兴是不是缺心眼啊 这江老师哪儿比不上关美羊 是啊 还是没缘分吧 我看他跟关美羊啊 才是没缘分的 没事吧 听说的 那个 这边吧 好好好 我轻点啊 我看他们俩呀 够呛 他们俩在一起 就从来没消停过 你发现没有 是啊 不就俗话说得好吗 不是冤姐不巨头 但是他们俩见面就掐吧 还越掐越上瘾 越掐还越有点感觉了 你别提那个什么 不是冤姐不巨头 就是冤姐露宅 我跟你说吧你 你至于吗 你到底让不让你这样捏了 你 你 你辛苦了 那就换 换个调整 是 换个地儿 他们两个呀 好不了 是 我同意 我同意 就光童童跟那个关美羊 那关系 她就 她就很难处理 你说这童童现在是吧 青春期夜那小姑娘 难对付人 我把话撂到这儿 你就走着瞧吧 不过这事 这事谁也说不准啊 感情的事是吧 说不定人就成了 不不不 他们俩要是成了 我跟你说定长江 咱俩就离婚 你怎么老婆帮她说话呀你 这 这跟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 那我跟你说点有关系的 弟弟来电话了 又要钱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边养 吻 什么 你你有什么关系 不一会儿 不一会儿 你啊 我不一会儿 不一会儿 又不一会儿 不一会儿 你可能会老婆 你不只要打开我 你怎么吃成这样 我吃成这样我会吗 陈晓琳 陈晓琳你怎么回来了 别吵倒时差嘛 你倒什么时差 你倒时差回酒店倒去 陈晓琳你怎么进来的 我想我闺女了 回来看看不行啊 不是 你怎么进来的 管我怎么进来的 当我当着毛衣死孩子开 你到底怎么进来的 你回来怎么也不说啊 陈晓琳 彤彤 我 你怎么进来的 奶奶跟你说个事啊 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琳琳 我太太欣赴了 阿爷爷 你怎么回来了 看你这孩子 怎么见了我跟你爸说的一样啊 妈妈想你了 回来看看你不行 好 你想我了 当初你和David 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上 你怎么不想想我呀 离开这么久 一个电话关心过我的都没有 你现在怎么想起我了呀 你看你 在这儿待了几天 什么都没学会 你学会有嘴滑手 你干吗呀你 董董 先洗手 先吃个苹果 琳达 你干吗呢 琳达 你干吗对妈妈这样吗 董董 我聊了 妈 我很爱你 我太爱你了 妈 我也很爱你 不对呀 妈妈怎么觉得你瘦了呀 什么 她没给吃好东西啊 你现在长生气要多吃点知道吗 你胡说什么呀 你胡说什么 你会这么久吗 可能一直在 真的吗 天哪 奶奶 你你赶紧做饭吧 妈 你饿了吧 奶奶今天没法做饭了 东西都给你妈吃了 恨不得连葱都没了 那 那我们出去吃呗 正好 还请客啊 你想吃什么吗 烤 好 走 走 走 彤彤 妈 我敬你一个 提醒你啊 我们已经没这层关系了 那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叫我林老师吧 听着舒服 行 您高兴就好 林老师 我敬你一个啊 一杯福酒天福天寿 我干了 你随意 洪星 咱俩也干一个呗 我开车不能喝酒 彤彤 吃点烤鸭吧 这家烤鸭特别有名 彤彤 吃 行了 行了 你别抱抱紧的 你爱喝不喝 这杯酒我尽我自己 一杯祝福 祝我自己永远都幸福 去了美国酒量建场 还是你有什么心事啊 你这算是关心我吗 一日夫妻百日恩 看来我在你心里还挺重要啊 你爱喝就慢慢喝 这瓶都是你的 没人跟你讲 弄弄 童童吃 妈 你也吃点 童童 问问你妈住哪个酒店 妈 妈 你醒醒 你住哪个酒店 你醒醒 妈妈 妈妈 你住哪个酒店 你告诉我 你说 不 你醒醒啊 妈 算了 算了 别问了 夜君 童童 走吧 我留着陪她吧 她这么大一个人哪 儿子在这睡一觉没事 那个 你先送奶娘回家吧 我有事再给你打电话 走吧 你行吗 我行 我行 你放心吧 没事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起来吧 他们都走了 这是我的关系 我说你又搞什么鬼啊 我先去冲个澡 冲个二的妈妈跟你说 等我啊 我这资金吧 其实分了好几块 好几百万呢 之前有一部分吧 在一个农业生态项目里面放着 然后剩下的就全都在股票里边了 替您这样得是个千万富豪吧 我看着不太像啊 低调啊 我人身作用名就是低调 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长线项目 与其收益值其实挺 其实挺好的 我跟你说啊 我手里还有一个大型的娱乐项目 准备开始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 我倒是挺感兴趣的 不过我能干什么呀 投资啊 我们这项目已经投了三百万了 然后现在还有一点资金缺口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你投个三千块吧 对吧 然后我每年给你分百分之十八的红 然后明天就可以谈合作的事情 你觉得怎么样 三百多万的大项目 你差我这三千块钱 你是不是当我傻呢 那 那 那你投 那你投五千 投五千行吗 不是 很悬崇德套 吓死我了 大副 我这是在哪儿啊 你喝多了 掉沟里了 你喝多了 我 那谁送我来的呀 警察 那我没事吧 都检查过了 啥事都没有 酒醒了 可以出院了 我觉得 我好像有点头晕 你浑身上下 只有脚踝擦破了一点皮 如果你觉着不放心呢 明天早晨可以做一个脑部CT检查 算了 我死了 CT那得多少钱 医生 我就是 我想问问你 你 你是不是 那个人的头在那个重创之后 就特别容易头晕啊 然后还有丧失机什么什么这种 是真的吗 就你现在这个精神状态 是不会出现那种症状的 并且你头没伤着 你头晕 多半是因为酒精 还没有完全挥发的缘故 放心吧 大师大夫 我 我最近总是感觉头晕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总是头晕 之前受过伤吗 受过 一个月以前 我建议你还是做一个 脑部CT检查吧 好吧 洪夕啊 这样下去可不行 那你说陈晓菱刚走不久 怎么自己又回来了 我也想不明白 我看他这次回来啊 没按什么好戏 妈 那个 我猜呢 他也待不了几天 所以您就看在您 孙女儿的经面上 您就多淡淡一点 我知道了 刚才愿意跟他一起去吃饭 还不是为了你啊 不是为了烤鸭 我就知道我妈人民教师 通情达理 温文尔雅 十年术末百年术日 行了 行了 别耍屁了 我告诉你啊 姜老师的事 我还没原谅你呢 妈 现在大敌当前 咱们要团结一致 抵抗外辱 行了 知道了 等你前妻走了 再拿你拾问 好了 行吧 那个 早点休息吧 妈 你也早点休息 好 来 宝贝 不是 让妈妈好好说说话好吗 我跟你说清楚啊 我之所以会留在这儿 只是单纯的因为 我不想回家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妈妈专程回来看你 你不能够我这个态度啊 我还有正事要问你呢 我就知道 你爸他现在是不混得挺好啊 P.A.G的创业总监 应该还不错吧 不过他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有句古话叫 一夜夫妻百日恩 我俩现在虽然分开了 但感情基础还是很深厚的 还有一句古话啊 夫妻好比同龄鸟 大难临头各自负爱 我说你在国内学了些什么呀 这个地方用得不对 你别乱用人家会笑话你 人家现在心里只有那个关美洋 劝你死这份心吧 他俩还在一起呢 这么久了 感情还挺深厚啊 情比金尖 这边老地儿 这才几点 我刚从美国回来 我要倒时撑 对不起 如果你今天不需要退房的话 请到前台交一下 验鸡 谢谢 小心 今天我一会儿就退啊 不住了 不住了啊 稍稍晚一点 你要退房啊 你要回美国了 谁说我要回美国 我这刚回来回去干吗呀 看你退什么房啊 我跟你回家去住 不合适啊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张红卿是不是你爸 林芬衣是不是你奶奶 我是不是你妈 那咱是不是该住在一起啊 不不不不 那是她家 不是我家 行了 行了 你小孩子别操那么多心啊 你快去说 安西连妈妈带去逛街去啊 我不去啊 我不去 我们要退房啊 快去 快去 我去 快去啊 去去去 快点啊 快去 快去 快 走 快去 快去 你弄我太丰盛了 来 尝尝我这儿没给你做的鸡鱼汤 行吗 谢谢 你尝尝味道给我打个分 我尝尝 好喝吗 好喝 真的 这个菜呢 是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 你妈在做饭我偷着学的 你还记得吧 那时候你前妻还在呢 怪不得我说这味道这么熟悉 原来是跟我妈学的 其实呢 我觉得我跟你妈挺聊得懒的 还是能处得好的 那这段时间呢 我先把厨艺店好 然后先过了童童这一关 再给你妈好好处一处 胡说人家说先遣小姑城 你是先遣童童城 其实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你说 就是 对不起 你 来 张红星 出事了 你过来一趟吗 什么事 你要再不来 你的闺女可被人扣下 当童工了啊 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 你这么说谁信啊 你爱信不信 你亲闺女看你管不管啊 在哪儿 在哪儿 我可以发个位置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可能还是有点状况 我得先去处理 要我帮忙吗 不用 我回头跟你说 我送你 行了 回去吧 行了 回去吧 你最近有没有听你爸说 他跟关美扬 有没有要结婚的意思 你能不能不提这三个字啊 我烦 好了 别担心啊 妈妈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我知道我在 在美国这么多年 都没让你过上好日子 是妈妈没能力 你要想说什么直说 好 童童 妈妈想明白了 这些年在外边兜兜转转 妈妈是再也找不到一个人 像你爸爸那样对你好 所以这次我回来 是决定要跟你爸爸复婚 复婚 那David呢 跟你比起来 David根本就不算什么事 妈妈为了你可以放弃 所有的一切 我虽然听明白了 我虽然听明白了 你呢 被人家David给甩 然后从美国回来 就想跟我爸复婚 等等啊 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声明一下 是我把David给甩了 不是David把我甩了啊 好 你既然都知道了 会不会支持我 没什么支持不支持 反正呢 我爸现在也是单身 所以他跟谁是他自己的自由 你要是有本事啊 回到他身边 我肯定不反对 反正我明天就回学校 你们俩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不过有一点啊 你们俩事千万别把我唱了一点 还有 不许进我房间 好 我都知道了 来 您好 先生 好 请问要点些什么呢 有什么推荐的吗 那您先看一下这个菜单 好 你干吗呢 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不小心把信用卡 挨折了吧 先借我点钱 你不知道怎么让人扣了吗 我没钱付账 那人家肯定要把我们扣不下呀 你睡觉的时候 怎么能够把信用卡弄折了呢 骗你干吗 拿点钱 你能告诉我你怎么睡的吗 你看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呢 江湖旧集 我是要还给你的啊 快拿 真的很烦 知道吗 这个吧 这个方面也行 你拿我信用卡弄吗 我现在我不是还要带童录 去望望街买点东西吗 行 拿走 我卡有密码 你卡的密码一定就是 彭彭的生日 这些年了你这点事 我还猜不到 好 好了 好了 我借的我会还的 先去工作啊 重情 贵女 你把它弄给我看好了 我知道了 那是我亲闺女啊 挣钱就把 挣钱 你俩现在挺甜蜜啊 这小手拉的 找我什么事赶紧说 上次张红星跟上官 把我打了之后 这事我还没解决呢 张红星什么时候打你了 不是 是张红星指派的那个上官 把我打了之后 打完我呢 我就一直恶心投影 眼冒惊心 吃不下饭 游轮刺 我头疼 然后上医院 医生说 我这症状就是 脑震荡后遗症 这事不解决吗 就你这样还脑震荡后遗症呢 来来来 你自己看看吧 这 病例证明单 这是医生写的 总不能我说什么 医生写什么吧 这件事情过去多久了 你弄过这儿有意思吗 派出所已经出过证明了 过去多久怎么了 张红星钱没有给我呀 所以我得找你啊 你找我有什么用啊 张红星这医疗费 这事要赔给我的好吗 人刚刚在这儿 我没有说是给你面子啊 这个事情我觉得 最好就是死鞋商解决 要不然闹大了为难的是你 干吗 不是 别跟我在这儿胡搅满馋 乖没有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这儿胡搅满馋 喂 石总 博派总监啊 现在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喝杯茶 请啊 你在哪儿 博派啊 这儿胡搅满馋 你可来了啊 坐坐坐 来 先品尝一下 今年这个新出的 贵天下毒蚁毛尖 看味道怎么样 谢谢 谢谢 挺好的 好 石总这么着急找我来 是有什么事吗 我今天请你过来呀 主要是想谢谢你 你为自然界设计的 这个方案啊 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个季度 这款卸妆油的销售量 一下子猛增了百分之四十 品牌全系列产品的销售 一下子猛增了百分之十八呀 这一切都归过你张老弟呀 知道您太客气了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 你别跟我客气了 我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强啊 我很欣赏你的能力 自然界 这个季度的媒介投放合同 马上就要到期了 鉴于这次广告投入 取得的巨大效益 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 在下个季度继续加大 广告的投入 我个人呢 也是希望 咱们能尝试一种 新的合作模式 石总 关于这个部分 您直接跟莉莉对接就行了 毕竟我只是做创意 老弟呀 我直说了吧 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才 你的圈子里一定有很多的资源吧 今后不断创意策划 让你继续费心 如果你的朋友有更好的媒介资源 我也不拒绝大家一起合作 这个 这个报酬呢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石总 我相信 PHG是您最好的选择 而且我也相信 莉莉会针对老客户 提供最优惠的折扣 以及最优惠的组合 我呀 我是希望啊 咱们能进行一种 更深度的 捆绑式的合作 石总 针对广告创意方面 您有其他的想法吗 这个嘛 暂 暂时没有 我明白了 首先我非常感谢您 提前跟我打这个招呼 如果您下一季度 继续选择跟PHG合作的话 回头我就会请公司 派人跟您联系 如果您对广告创意 这方面没有其他想法的话 那咱们还是喝茶吧 对身体裤子越来越不好了 老婆 你们这都买的什么呀 这么多东西 给闺女买点东西 你还心疼啊 给闺女 不管小哪儿卖什么 闺女都用不着 闺女长大了 总要打扮打扮嘛 你怎么这么抠呢 再说呢 我在的这几天正好可以用一用 你放心 我一定收拾好 不会占用家里的空间的 停停停 什么叫做你在的这几天 不是 我这几天要住在这儿啊 我跟彤彤睡一个屋就行 不行 我不答应 你不答应啊 你别忘了我的信用卡可是坏了啊 我是 我现在是可以住酒店 但是住酒店得你出钱 我这不听你省钱吧 这叫开源接流 你是嘻哈歌手吗 你那信用卡坏了可以补办 在新卡来以前住酒店的钱 我可以先借给你 你要住在这儿 不主我不同意 我妈也不会同意的 我都想到了 我给妈买的 阿姜和野核桃 不气又不血 麻烦你别咱妈咱妈的 她是我妈 张宏信这么多年就叫习惯了 这么叫清热嘛 我知道之前我可能做了很多事 对不起你 我现在不是想明白了吗 你放心 我就在这儿住几天 保证不会打扰到你和妈 你帮我给她吧 我把她看见我不高兴 我心意啊 我今天逛了一天累了 我先去洗澡 我明天再说啊 明天说 等一下 你收 你等一下 我还没说完呢你 爸 你最近可有点不绅士啊 怎么不绅士了 绅士不洗脚啊 不绅士啊 吓我一跳啊 什么声音啊 不晓得 我我去看一下 妈 你先待在屋里吧 小心点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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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导人 干吗 我还没说你吓死我了 你在这儿干吗 深更半夜的不睡觉 在这儿干吗呢 我导时差睡不着 我在这儿看个电影 我怎么了 你导时差导时差看电影看电影 干吗弄这个样子 我妈不是在房间里睡了吗 我怕吵着她 我带着被子 就不会影响到你们了吗 什么叫不影响啊 我跟妈还以为闹鬼人呢 你闹鬼还吓人 弄得我血压都高了 对 环琳 没事吧 你 你将血压的药 你一直在那儿呢 你否则吃一口 不用 不用 你别装神弄鬼就行了 去去去 环琳 早点休息吧 真是 我还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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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少林 我告诉你 你想待在这儿 别出什么幺蛾子 我在这儿看个电影 我怎么了 你能别闹吗 你闹什么闹啊 你在房间淘淘淑实呆的 别出来招惹我 猫 你才有毛病呢 我还以为真闹鬼呢 我还以为真闹鬼呢 妈 早 童童呢 还没起来啊 起了吧 奶奶 我起了 快 吃早饭啊 吃完跟你爸爸一起走 上学去 奶奶 对不起 干什么呀 这几天我妈在这儿 给您添乱了 我仅代表我个人 向您道歉 爸 那好吧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 我尽量不跟她计较 谢谢奶奶 行了 吃早饭 对了 你妈呢 她说你喜欢吃糍粑 给你买去了 是吗 好 两万块钱 要买的是哪一国的七八 这么贵啊 喂 妹妹 我给拍的照片你看了吗 觉得怎么样了 四千 我都看过了 不过你能保证这些都是正品吗 你要知道你这个价格 已经明显低于商场的竞价了 你卖这么便宜不就亏本了吗 瞧你说的 不是正品我敢卖给你吗 我这价格低嘛 自然有我自己的渠道 这你就别担心了 你要实在不放心的话 就把发票派给你走可以了吧 好啊 什么时候发货啊 你一打钱我就发货啊 借给你包邮 好了 好了 知道了啊